借助数字技术的帮助 工程师工技术人员 可以将一型建筑完美地镶嵌进深坑 但大自然的威力 却让他们的努力几乎毁于一旦 2013年秋天 超强台风飞特从上海划过 台风期间碰的是松江百年余的水位 所以当时整个河水 河水就倒灌进来 一下子就把整个坑给淹没掉了 倒灌的量比我们水泵出的量快多了 暴涨的河水夹带着泥沙 揉入倾泻的瀑布流入坑中 两米多高的脚手架迅速被淹没 工程师们见识到了台风暴雨的威力 他们必须加快速度 在下一个台风到来之前 在坑顶构筑预防洪涝的堤坝 我们一开始的处理 首先是先用那个商店加回堤坝 联系中台湾机把那个河道再疏通一下 跟周围的河道搞成一块 流经恒山脚下的长兴河 恒山唐河 犹如两把利剑横跟在深坑的两侧 如果河船不及时清淤 低岸的高度不能抬高到防御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 台风暴雨来临之时 两条河流随时可能形成夹击之势 涌向深坑 负责施工现场安全的技术员们 不希望坑底施工的建筑工人 有任何后顾之忧 目前的话也是加固了一个地方 比那个松江历延的那个水位 高了应该有个几十公分 二十八十公分 每次进入训 期望我们都会定时去检查的 这个看来最高比较高 原来是第一位的 坑顶四周河堤维艳加固工程 在紧张进行 与此同时 坑里的建筑开始向上生长 混凝土开始向坑底输送 但这看似简单的输送 却让项目负责人感到头疼 向下输送这么深的混凝土 国内外都没有可接近的技术 在我们项目最大的空间 就是说这套的交注系统 建深坑酒店 需要七万多方混凝土 如果光靠塔吊运送 按照现在的速度和运载能量 差不多要十年时间完工 而主体建筑的工期 就只有三年时间 现在距离结构封顶 只有二百九十天了 后面那么多混凝土 等着要交注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掉 那这个工程怎么再往前推进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 那肯定是行业的一大笑话 第一个问题 在牛管的外外处 混凝土的性能 怎么能得到 毫无疑问 塔吊运送水泥将严重推延工期 上次河水倒灌 倒是给了年轻人另一个启发 能不能设计一个垂直管道 让混凝土从坑顶 直接滑到坑底 干脆来个一溜到底 起初听到一溜到底 这个时候想起来的时候 觉得不惜 八成米下去 到底呀 这个速度是多大 我们当时是几毫米的干板 是指 用下去都那么干板 基本上能几口坑 从来没有人在 负八十米的地下 盖过这种建筑物 这里几乎每一个施工项目 都申请了专利 其中超过一半是新发明 这项混凝土 一溜到底的输送方式 显然是工程施工中 又一次大胆尝试 但试验的结果 却远超大家的想象 混凝土速度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把我们吓到了 真的跟机关枪扫射一样 沿八十多米高的管道 垂直坠落的混凝土 石子的重力加速度 几乎接近子弹出塘的速度 当石子出来的时候 速度非常的快 就是我们基本上 是看不到沙江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混凝土 它完全离析了 也失去了它的本身的性能 高落差 导致混凝土向下的速度 难以控制 石子沙江在快速下坠中 完全分离 一溜到底导致飞沙走石 如何才能让混凝土 快速运到坑底 一溜到底能否成功 一溜到底能否成功实施 深坑酒店稍后继续 一座废弃的彩石矿坑 即将成为充满想象的地下世界 史无前例的反向拓展 遭遇前所未有的运输难题 十年磨一剑 打造海拔最低的五胸级酒店 中国建设者深坑酒店 即将播出 工程师们正为如何才能将混凝土 快速运到坑底而头疼 他们尝试让混凝土一溜到底 但快速下滑的过程中 混凝土沙江分离 根本无法用于胶筑 解决飞沙走石的最佳方法 也许是将直道改成枝字形的弯道 通过弯壁的阻力 将高速下滑的混凝土缓冲下来 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 就在他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 问题又出现了 加了一个叫螺旋缓冲仪 螺旋缓冲仪在找弯的地方 就是说比较容易毒管 毒管而已管的土就是说 这种管是非常的难清理 牙壁这么高而且很陡峭 要有轻的话需要工人爬上去 轻了整整一夜 一夜都没可以 工程师们设计了一溜到底的最佳路径 但暴露在外的混凝土 会随着水分挥发而凝结在管路里 如果没有更合理的配比 解决堵塞问题 一溜到底的努力可能会付诸东流 当然破解工程难题已不再是几个年轻人的孤军奋战 王桂林 混凝土专家 与建筑材料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高级工程师 临危受命 接手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混凝土一流场一停 一停以后我们下到那边以后你再放 这么一个难得一遇的这么一个项目 如果说没有点突破的话 他们也会觉得很遗憾 这里是个极大的挑战 王桂林知道 混凝土下滑管道的设计已经达到极限了 现在唯一可以调整的是砂石 水泥以及添加物的配比 在既保证流畅滑落的同时 还不能降低混凝土粘合性 抗压性 不行啊不行 狮子还是偏小了 为了取得这个神奇参数 王公和他的团队 采取了一项马拉松式的测试过程 前期的实验人 我估计他们应该是不下于三十次 我要当好他们的领头人 我要带领他们一起成长 经过三个多月的实验 王桂林他们终于得出了 适合一溜到底的完美配比 给我们开了一张火灵桶的配合笔单 就按照这个配合笔单去做就可以了 就像我那个医生 给病人开了一张厨房单一样 重新配比的混凝土 从八十多米高的坑顶 沿织型的管道 匀速滑落 其强度硬度 完全符合最初的设计要求 而输送量 足以应付交注高峰期的使用量 伴随着这个进度物 出来了一批有一批的 这个明天的团队 我觉得这个进度物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数目 还是很大的 当然对于常年住所工地的技术员小谢而言 因为这项超级工程 他也收获了新婚妻子的理解 我爱人就是看我现在做这么伟大 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就是一下子就对我感觉很崇拜 感觉的哇在座